评级电影《雾沙中的铁腕警长》一角 陈冲又一次走入大政视线 她是雷厉风行、心系如发的警察局长 也是敏感侧弱、宠溺儿子的中年女性 正如《雾沙中》颠覆性的表演一样 陈冲显然是独一无二的 欢迎来到小陈电影 我是小一 本期我们来聊聊一位具有探索精神的华业女星 陈冲 对90后、00后来说 陈冲或许有些没收 然而作为80年代就进军好莱坞的演员 陈冲这张混杂着单纯与性感的脸 很早让西方世界了解到别致的东方之美 1977年 导演先进为电影《青春选角》 看到驻原郁润 眉眼抓人 长着又黑又大眼尖的陈冲时 谢敬当即决定 雅妹一角非他莫属 自此 陈冲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而两年后的小花 又让18岁的陈冲 一跃成为顶级流量明星 凭借赵小花一角 陈冲成为中国最年间的百花影后 丽雅剧中女配刘小庆 当时用她做封面的杂志 一度卖到脱销 可就在大红大紫之际 她竟然选择从零开始 1981年 20岁的陈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她抛开一切荣誉 远赴美国读书 而一个亚裔女性在好莱坞闯荡 要面对文化差异 审美规格 信入书线等诸多问题 这无疑是一条艰难的路 初到美国 陈冲又过起普通人的生活 她不仅要面对繁杂的学业 还要去餐馆打联工 做家教 赚取收购费 但陈冲的成绩一直很容易 第一学期 四门功课都拿到A 之后她奔波各个剧组试镜 终于拿到第一个角色 一个中国台湾的小姐 穿上旗袍 高跟鞋 从学名舞台上 从左到右走一遍 全程没有一句台词 就这样 她在好莱坞 开始了跑龙套的日子 直到1986年 陈冲被美国电影《大班选》中 饰演一个被出售的女奴 在剧中 她拼命爱上美国商人 和一些养女人珍宠 由于陈冲有多个不雅镜头 加上剧情又涉嫌辱华 国人无法忍受 纷纷指责她腐化 他们不理解 为什么小花变得如此堕落 而对于在好莱坞处处碰壁的陈冲来说 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1987年 陈冲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大导演 贝托鲁奇 并受邀在末代皇帝中 出演溥仪的皇后婉容 那一年她刚满25岁 末代皇帝的制作像是一场八个月的婚礼 庞大热闹而混乱 而我做了八个月的新娘 每天等待着贝托鲁奇将带头先拍 又一次爱上我 每当回忆起这部电影 陈冲的语气中仍然带着欣喜 像是一个贪玩的孩子发现了游乐场 陈冲饰演的宛容皇后 风情万种 有千娇百媚 展现出女人不同阶段的爱恨交织 从17岁未经逝世 对未来充满憧向往 到后期有爱生宴 倒陷入疯癫 第六十件奥斯卡班奖典礼上 末代皇帝横洒九上大奖 凭借这部电影 全程登上了领奖台 成为第一位站在奥斯卡舞台上的中国人 几乎一夜之间 陈冲上遍美国的主流杂志 还被人物评选为全世界最美的50人之一 之后 剧张充满韵味的东方面孔 逐渐被西方精神 1990年 大卫林奇指导的神作美剧《双风》 东方面孔的陈冲在其中亮相 而大卫林奇也给足了台面 全剧第一个镜头就给了他 当时陈冲登上了著名的娱乐周刊 和滚石等杂志封面 时至今日 双风系列剧已经获得过 金球奖和爱美奖在内的 15个重要奖项 1993年 罗卓瑶指导 与碧华编剧的电影《又森》上映 陈冲更是一人分是两角 他饰演的青瘦夫人 不仅薛法维尼 甚至还奉献出大尺度的表演 1994年 陈冲饰演了《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 一个柳叶湾眉 浓妆红唇的女子 他将女人的娇媚吃憨 那捏得恰到好处 又淋漓表现出上海女人的风情万种 凭借此片 他拿下当年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 表演观景彭评价道 陈冲的声音 肢体 眼睛 眉毛 都会演戏 1997年 四处筹钱的陈冲首次指导 拍出了好评如潮的《天语》 该片获得第35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最佳男女主角 最佳音乐等七项大奖 女主角李小璐 就是凭借天语一举成名 进入新世界后 陈冲的演技日益成熟 佳作更是接连不断 比如《茉莉花开》 《向日葵》 《人到终年》 《色界》 《世约》 《最后的舞者》等等电影 2004年 陈冲主演了同性题材的电影《面子》 可为弥补了当年错失喜宴的遗憾 并已讲述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反映出中心文化的差异和冲突 而陈冲饰演女主角的母亲 找了一个比自己小20多岁的男友 则表明了面子和尊严 无关的主题思想 2007年 陈冲击败《色界》的汤维 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套的正是电影《易》 她饰演的玫瑰 是一家夜总会的当红歌女 这个女人喜欢穿着妖娇旗袍 身上有一股性感颓废的情调 可同时 她也患有严重的人格障碍 婚后出轨成了家常便饭 只有看过电影 你才能感受到金马影后 可谓实至名归 还有人说 陈冲身上始终湿漉漉的 像梅雨季节里的上海 妩媚 慵懒 漫不惊心 却给人很强的感官享受 她的身上风花雪月和柴米油盐都有 就在同年 姜文的魔幻大片《太阳》照常升起热印 群冲饰演片中的林大夫 群身都带着琴韵吻 看似朦胧 但又触手可及 宽散的白大褂 让女人的曲线热影若现 一双高跟鞋 则更凸显出性感的女人味 陈冲把这个角色演得出神入化 无论是不由自主的浅笑 还是俩俩的一声讨厌 林大夫的每一口喘息 肢体的每个扭动 脸部的每个表情都具体生动 从抿着嘴唇再到娇羞地痴痴地笑 有恋不动人 也有压抑和隐晦 陈冲甚至说到 姜文挖掘了他不为原知的另一面 近几年 黄晓明 杨艺 杨艺等参演电影 和一生肖默 陈冲饰演陪方美一角 他还参演赵薇导演作品 《没有别带》 同时有参演古装剧《如意传》 2019年 陈冲主演了电影《雾杀》 而在婚姻方面 陈冲也度过了一段尴尬期 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对路 他和前夫六经分道扬镳 1991年除夕 陈冲认识了心脏科医生彼得 两人结婚后 他剩下了两个女儿 大女儿1998年出生 刚刚哈佛毕业 小女儿2002年出生 现在也是一名演员 她和大女儿开过一个美食博客 和网友分享喜欢的美食和食谱 小女儿喜欢摄影 她就在微博 分享两人拍过的美照 值得一提的是 母女俩在电影《雾杀》中 有过同台演绎 女雕塑家布尔乔亚 经历过家庭不和谐 母亲的离世 以及战争遗留的创伤 她将这些统统化为艺术创作的力量 而陈冲也是如此 正如她的英文名Johnny的寓意 勇敢 只有滴滴撞撞一路走栏 领向那些生命中的考验 她才会潇洒地表示 没什么紧要 从小花到婉容 从红玫瑰到拉运 从国音制片厂到好莱坞 再回到中国电影市场 陈冲经历了国民演员 好莱坞怀业女星 导演 国际影人等数次身份的转换 她人生的每个阶段各有风采 时间在她身上 沉淀出迷人质感 有句话叫 岁月不败美人 而又有几个人 能真正做到从容不破呢 我想 陈冲可以 即便不如中老年 她同样信心满满 在十三腰的采访中 陈冲说起自己 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她不止一次表示 目前才是一个演员最好的阶段 她完全可以很自信 有信念地去生活 可能于她人而言 岁月是痛苦或甜蜜的回忆 但于陈冲而言 岁月是值得炫耀的 如今 年过半百的陈冲 身上脏鱼褪去智能 不论演技或是李莉 都变得更加醇厚 陈冲还告诉我们 不管在哪个年龄从此 人的渴望 人的失落 人的灵魂 人性 是不变的 一个有趣的人 仍然是有趣 而女人到了大龄 可以继续有趣 因为 这个年龄无关 好了 感谢观看小春电影 我是小一 记得留言点赞转发 下期栏目 我们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转发